我的學生看著我做這件事的時候 的士司機的問題我覺得很尷尬 因為其實聊天的時候有一套叫做 樹狀脈絡對話 樹狀脈絡對話就是 你聊天後煮一棵樹 你是一個主軸 譬如一開始你主軸喜歡吃什麼 你在他的答案裡面 聽原來他會有一些敏感 敏感會是怎樣的 然後你又可以說一些 因為其實聊天的時候有過程 有一個心理現象叫做自我揭露 怎樣可以令人說更多 你揭露一些自己的經驗 然後他又會想分享越來越多 然後你從他的答案裡 不斷聽到不同的東西 你可以不斷談下去 其實什麼都可以 就算我不懂 你試說一個不懂的工作 工作我都可以 你做地盤 你做福伯 對 做福伯 你真是很賤 你做福伯 你做福伯 為什麼你會選擇這個行業 那喜歡人做 那為什麼不年輕遙遙 為什麼會再做福伯 還有我最想知道是怎樣入行 這個我答他不答 輸了 三位演員輸了 但如果那些宅男 比如看著這個節目的時候 他們怎樣可以練 去上一些演技術 找一下他們 去跟人聊天 你要去習慣跟別人聊天 我那時候練是怎樣練 我去公園跟伯伯聊天 即是不懂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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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 嘩 伯伯 你沒有這麼大尷尬 對著那個伯伯 很多時候那些男生 不敢跟別人聊天 因為很怕被人看到動機 你對伯伯不會想怎樣 是 是不是 他真的去這樣跟別人聊天 我記得我那時候練了一個伯伯 我問 伯伯你這麼多頭髮 然後 是啊 那些 他整頭銀髮 這樣很漂亮 很帥 然後他有很多話說 講講講講以前打仗 怎樣 三年零八個月 你停止不了 平常我們通常 你訪問嘉賓 不是去他的呼吸位 他的呼吸很連綿 聽到他的答案裡面 有什麼重點 可以繼續發展下去的 你要學會一件事 就是 怎樣去到不同的地方 你要懂得回去 主軸道 不需要逐點跟著樹枝 有些人是這樣 很奇怪 你直接回去就行了 不如說過 剛才不是說你喜歡吃什麼 不是說你還有什麼不吃 我直接回去就行了 直接回去就行了 有些做主持的感覺 所以我不是說你是強項 所以我就不斷拍拖 要是你跟的士老 的士大哥 聊天一流 聊天一流 可以全程 可以不停 可以悶 可以聊天 可以聊天 一個很好的話題 我們說 附近有什麼好東西吃 他們一定知道 的士大哥 拍下車去吃那些 通常都很好吃 男性問的士司機的問題 我覺得很尷尬 為什麼 有什麼好東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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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什麼 吃什麼 譬如你去深水埗問 鄭文先生 你知道深水埗那裡有什麼好東西吃嗎 因為我知道你們很會吃 有的 這個就是自重感 你們很會吃 他們知道我們整班的時候 借300元來的 不是 借300元 你給我看土姐 你給我寫了 土姐 300元就貴了 現在心悔寶 你可以問他這些東西 他會覺得有趣 我記得我 有一次跟的士司機聊 然後去聊聊 我知道他的背景以前是做廠長 跟著金融海嘯之後 不太好 撿他的一間廠商 跟著 拿的士 哇你都很好的東西 你找到這個廠長 然後你現在 拿的士 好什麼 什麼啊 賺錢而已 家裡還有家爺仔 你有小朋友嗎 多少個啊 我有三個 最大的是多少歲 最小的呢 新婦 新什麼婦 很多話說的 去練習和人溝通 你溝通吧 這堂很貴 你看去哪裡 又要上去找一樓一 又要坐的士多貴 又要找Franco和阿聰交 上課 不如錄空卷算了 談吐不只是口中說的 還有你身體說的 很多時候小明你有沒有遇過一些男性 你跟他約會的時候會這樣 有啊 但是很多這些男性 是會的 初初我會想是否我說話太小聲 但其實沒什麼可能 你不是想是否我的身材太好呢 哈哈哈哈 一夜分下來呢 不明白 為什麼有空到那麼近 這個我們行內叫做Li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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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不想做我的動作 這樣叫做Lin In 這樣叫做Lin Back Lin In Lin In In 其實這個身體語言是暴露了一件事 暴露了你很喜歡這個女性 很適合 很適合 如果你問女性最享受 拍拖 戀愛哪段時間 曖昧的時間 在曖昧的過程 她不知道自己是輸還是贏 不知道 對方是否對她有興趣 有意思的時候 她覺得很個人 在求證的階段 但是 你一做到這個行為的時候 嗯 我可以九成肯定到 她對我有意思 整個遊戲已經不好玩了 馬上會阻止你了 那女性小聲 你聽不到那怎麼辦 我都遇過一些女性 很小聲的說話 接著我會做一個這樣的動作 這個動作 接著她會大聲一點 我在調整這個音量 她會覺得有趣 我知道有什麼事 這樣 如果在一些不是對助的情況下 我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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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會過來 不要捱過她 不要捱過她 譬如在那些夜場 鬼殺那麼吵 你說什麼的時候 我簡直會做一件事 Hello 就是她過來多一點 我是從男的頭過來的 女性 你不要以為很失禮 很不禮貌 很粗暴 女性喜歡 但你要懂得拿捏 你要拿捏 是呀 我喜歡 是要做這些事情 如果每次你這樣 控起來 很壞 但是那些雜男人很怕 這些身體觸摸 很怕的 連說話都怕 我覺得這個是最忌妓的 是呀 我覺得 其實 你大方一點 去觸摸 去觸摸 其實我覺得很多女生都不介意 有身體接觸的時候 那個男生縮的女生 是不是真的覺得那個男生很可愛 絕對不是 我們PUA界裡面 會有一件事叫Kino Kino Kino其實就是身體接觸 這件事很重要 譬如大腿 喂 楚哥 小心 合理的理由 大腿 大腿 大腿也這樣 我的學生看著我做這件事 他們覺得很重要 大腿啊 我想像這樣 大腿 大腿那些 很好笑 矮哥正傳 蛤 他們平時有怎麼練呢 你真的要跟多些不同的女性去相聚 媽媽練得不可以呢 或者好像弄個公園的阿婆似的 會 會 阿婆過你非禮 我記得我 初初 就是奶奶 阿婆 那就奶奶了 阿婆過你非禮 我去學 我初初去學的時候 我真的很害怕 很害怕 那時候你怎麼練呢 我老師示範給我看 很自然 只要一個合理的理由 就可以了 是 你不要 小姐 不行 每人都叫你非禮 你不要尷尬 你自己殺有戒事 承認有東西死定 你很自然地做 例如 不要動 這樣也是沒問題的 只要Kino 在一個合理的理由下 是可以去做的 當中你還可以在Kino的時候 不要動 這個動作會覺得 有 阿麥你壞 笑了 你可以做這些 加入這些元素 女性覺得很有趣 男性不同 Kino最重要是 會令女性有一個聯想 她會覺得 為何這個男性不怕 她跟女性有接觸 和她這麼自然 她應該是經常 跟很多不同的女性相處 那她反而是 沒有安全感 沒有 你其他要配合 你其他要配合 當你配合得有趣 我會覺得 很多女性 周旋跟她一起玩 穿插在她身邊 為什麼 她吸引 對 你不是做妹的 關你什麼事 人家在做你